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新势力一些品牌 在最初的话都会推出一些SUV车型 那毕竟SUV是中国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一个细分车型 但是在很多SUV产品承受之后 厂家又会推出针对家庭市场的轿车的车型 那我们今天身边这台威马1.5 其实就是威马针对中国的个人用户家庭市场 推出了这样一台纯电动的中型的轿车 那这台车是近期刚刚上市 然后推出了两款车型 那一个呢售价18万01 一个是19万01 但是呢厂家会推出一个非常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就是前1万名订车的人可以享受1万抵4万的这样一个优惠 那换言之呢就等于说这台车下来的车价 大概就是15万0100到16万0100 那同时呢厂家还会给一个3000块钱的礼包 那有了这3000块钱的礼包呢 结合当地的威马赛斯店的一些个性化定制 也让这台车在整个个性化上面有了更多的选择 我们在这台1.5上面可以看到 可以说它整个线条是非常圆润的 它是采用一种翱翔飞翼式的前脸一个设计 那大灯组包括L1的日间行车灯 其实很多车呢会采用一个贯穿式灯带的设计 但这台车设计比较讨巧的一点就是 大灯内部是熏黑的 然后中间有个贯穿式的一个熏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网 所以说我们整体看起来呢 它是有一个贯穿式的这样一个效果 车标呢是带有灯的 而且这个灯呢是会通过不同的场景 有不同量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来到侧面呢 其实可以看到威马E5在整个设计上面 那大家可以看一眼 它其实是很明显的一个四轮四角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让这台车能获得一个2810毫米的这样一个轴距 对于内部空间的表现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好好体验一下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我们这台车呢是贴了一个改色模的 但是原厂配色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这种 有点类似于悬浮车顶的一个设计 包括它后窗的这一块区域 也是会黑色的 所以说有一个悬浮车顶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现在这台车呢是换了一个轮毂 而且是采用了BEMBER的一个刹车 那原厂的话呢是会提供一个18寸的轮毂 它那个轮毂呢 其实有点旋风的那种双色的一个设计 整体造型跟颜色上面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那我们知道威马之前的很多车呢 都是采用隐藏式的门把手的 但是来到E5上面呢 是采用这种传统的样式 那一个呢可能是成本的一个控制 还有一个其实在使用上面 我觉得这种会更方便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去车尾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尾的线条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溜背的这样一个造型的 但大家不用担心说 这种造型会对车内空间有一个影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整个车还是比较厚实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那它的尾灯呢 其实跟头灯一样 也是采用这种类似于熏黑的底色 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搭配中间这种黑色一个贯穿的一个试条 其实跟车前也是一个遥相呼应的一个状态